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数人会有一种错觉 认为亲情不需要费力经营 只要把双方的那层外在关系摆在明面上 感情自然就出来了 甚至可以凭此向另一方索取利益 但天底下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他们忽略了时间的力量 也轻视了人心的排外程度 尤其是在亲人关系很微弱的两个人身上 比如婆婆和儿媳 就更加需要注重平常的点滴 积累和彼此付出 对有些婆婆来说 或许你可以凭借着一时的小聪明 躲过目前的麻烦时 但时间永恒向前 说不定以后的某一天 就会被曾经的聪明击倒在地 倒是自然怪不得别人 白女士和丈夫硬先生 都有各自的工作 收入也比较稳定 夫妻俩人住在县城 公公婆婆则在农村老家 刚开始那几年 两位老人还拉着几亩地 每年也有些收成 但随着儿子儿媳在城里稳定下来 婆婆就不愿意种地了 她闲活太重了 累了 公公没出生 自己一个人坚持种 婆婆说她就是个受苦的命 有福不会想 我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 又不是老到七老八时拿不动锄头 不种地干啥 等着白吃白喝 公公边洗脸边回道 夏日的天亮得早 但婆婆还窝在床上 听到公公这话 给了她一个白眼 白吃白喝那也是你儿子给的 爹妈花儿子的钱是天经地义 谁还能说我不成 公公知道自己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不打算跟她起冲突 就顺着她的话说 没人能说你 我只知道自己挣的钱拿在手里踏实 花起来书信 什么都不干 就要别人给点 总有点不对劲 心里难受 公公说完 就背起水缸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婆婆在她身后又翻了一个白眼 小声骂她不知变通 越老越糊涂 遥远的路隔绝了信息流传 公公和婆婆的对话 传不到白女士和硬先生的耳朵里 当白女士拼尽全力 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硬先生激动地抱住自己 还未彻底清醒的妻子 第二天就给在老家的母亲打了电话 妈 我和小丽都是第一次 没什么经验 您能来陪小丽坐月子吗 白先生语言难掩心息 握着电话 穿着干净衣服的婆婆眼珠转了转 随即有点为难地说 儿啊 不是妈不想来 只是这几天地里实在忙不过来 我和你爹刚从地里回来 衣服都没换呢 吃完饭还得接着去干 你也是从这里出去的 一年到头没个闲工夫 白先生情绪冷下来 这样嘛 他还想再试一下 真的不能抽点时间吗 难道您不想看孙子吗 妈当然想看了 但实在是走不开 没办法呀 婆婆晚事晚心 坐月子也没那么娇贵 只要不受风就好了 你们在楼房里肯定没什么大问题 相信吗 帮忙照顾月子的请求 就这样被婆婆拒绝了 应先生只好从公司请了假 妻子和孩子都是他最重要的人 钱以后可以再挣 但妻子要是在月子里有什么闪失 那会让他愧疚一辈子 初为人父人母 两个人摸索着 小心翼翼地度过了对产妇最关键的一个月 应先生正常上班后 白女士又在家休养两个月 公司通知她产假期限已经到了 如果还不能回来上班 那就只好辞退她 话说得隐晦 但明眼人都清楚 公司不需要不能创造价值的人 知道妻子的诉求后 应先生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到自己母亲身上 希望她能帮自己带带孩子 但婆婆的回复 让小两口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 哎呀 我们也忙得很呢 而且我们农村人粗糙惯了 用不来城里的那些东西 现在的孩子娇贵得很 给照顾不好那就罪过大了 婆婆一个劲地说自己手笨脚笨 你看 你们工资也可以 干脆找个保姆 人家毕竟专业的 比我这个糟老婆子好多了不是 电话按了免提 这些话一字不差地 飘进了在旁边的白女士耳中 握着手机的应先生也有点难堪 试图给母亲宽心 妈 没事的 我还是您拉扯大的 我们家孩子又不是公主王子 只要有人看着就行 电话那头陷入短暂的沉默 白女士和应先生都屏住了呼吸 大概三十秒之后 才开始发出声音 你这孩子 你什么条件 现在什么条件 比不得有 我老了 不是当初哄你那个岁数了 还是小心一点好 应先生还想再反驳一下 白女士却握住她的手腕 无声地摇了摇头 意思是不用了 带孩子不能马虎 保姆又不能让人信任 那么就必须有人要做出牺牲 白女士最终向公司递交了辞成 两年以后 白女士又怀了第二胎 多了个孩子就多一份经济支出 白女士还是想出去工作 夫妻俩怀揣着一点渺茫的希望 再次求助于婆婆 婆婆还是那个婆婆 仍然没有答应他们 这次给出的理由 则是你们已经有了育儿大宝的经验 养育小宝自然得心应手 不需要她再去掺和一脚 三年里生育两个孩子 婆婆的两次推托 让白女士彻底寒了心 也看透了婆婆的真面目 她再也没有让丈夫 给婆婆打过任何 跟孩子有关的电话 也不想去汇报孩子的状况 她和婆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世间最不缺少的就是变化 而且经常伴随着意外 五年以后 应先生的父亲因为一场车祸 失去了生命 只留下老伴一人在世上 百日之期过后 婆婆就想来儿子身边养老 这种请求也是人之常情 应先生觉得妻子会理解自己 所以没跟他商量 就直接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 白女士最后只能接受 但后来的事情 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料 甚至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 原来婆婆跟公公生活的这些年 一直都是公公在照顾她 迁就她 所以养成她好吃懒做的性格 这种性格随着她来到儿子家里 承接这种表现的人 就变成了白女士 白女士白天要去公司上班 临走前要给她留好早餐 晚上回来后 还要按照她的要求 做她爱吃的饭 光是工作 就已经让白女士焦头烂额 伺候婆婆更是加重了这种烦躁 白女士觉得 自己的情绪处在崩溃的边缘 人的躁愈值一旦累加 就像一颗随时会被引爆的炸弹 只要有一点火星 就足以吞噬周围的一切 婆婆搬来后的第五天 在婆婆再一次说的白女士 没有给她带爱吃的食物时 白天因为工作失误 被上次批评的白女士 终于爆发了 她站起来直直地盯着 坐在对面的婆婆 一字一句地咬牙道 我受够了 今天我们俩必须要走一个 既然你想在这儿待一辈子 那就我走 走了你爱吃什么吃什么 谁爱带谁带 职业女性自带的利落感 让白女士在当天晚上 就搬住了这个家 带着自己两个孩子 她没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桌上的饭菜还在散发着热气 印先生放上手上的筷子 失望地看了一眼 对面还在发愣的母亲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白女士离开家后 拒绝接印先生的电话 玩起了失踪 直到第三天 才得知白女士 已经带孩子在外面租了房子 印先生不想看到自己家庭离散 所以后来 又去了白女士租的房子里 想让她回家去 白女士非常坚决 她看着丈夫平静倒 我不是不讲理的人 只是你妈在我生孩子之后 做的事让我没法对她没有看法 如果她现在能改变一下 我也可以不去计较 但显然她做不到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印先生的脸上一片愁容 妻子也理解丈夫的为难之处 便放缓了语调 但你放心 我是不会离婚的 我要为孩子着想 只要她还在家里一天 我就一天不回那个家 你可以随时来看孩子 印先生听懂了白女士的意思 也明白隔阂没那么容易消除 所以最终 她把自己的母亲送去了养老院 或许在那里 她就能明白 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会让别人 对她连同情都没有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